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平时涂那个单色指甲油是怎样涂的 然后首先我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是斯芙兰的一个蟹甲水 然后就是手直接放进去 然后转一下出来就干净了那个 然后需要一个指甲油的颜色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就我之前分享过的 秋冬必备的一个颜色 是这个Formula X的 然后颜色是Obsessed 之前讲过的 然后是这个酒红色 然后需要一个底油和一个顶油 然后用的是这个 Barterlandin这个 这款 我觉得这款特别特别好用 然后我一直在用这款 然后就上任何甲油都一定会上这个底油还有顶油 然后这个也是超级丝滑 而且很容易干 而且颜色很很饱满 所以我今天就涂这个颜色 然后还需要一个小小的棉签 就最后清洁一下 如果你边缘涂出去的话 然后就用这个棉签 摘一点这个细夹水 然后清洁一下 好 那我刚刚把这个之前指甲卸掉了 然后现在就是这样干净的 然后把它就是稍微磨了一下边边的部分 就是我选这种方的方形的指甲 然后就把它稍微磨了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先开始上这个底油 薄薄上一层 这个底油不用太厚 这样就上好了 上好之后 待它稍微干一下 因为这个干的非常快 然后稍微干一下就可以涂那个你想要的指甲油的颜色 好 那我们开始上这个颜色 把它打开 然后我一般会上两层 就是想让颜色比较饱满一些 第一层稍微上的薄一点点 第一层这样就上好了 然后等它稍微干一下 然后我们再上第二层 其实第一层的颜色看上去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饱满了 但是我一般会喜欢上两层 好 那我们开始上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需要涂得仔细一点 然后第二层就涂好了 超级超级携手白的这个颜色 然后涂得有点多好像 我一会再会用那个棉漆把旁边清一下 好 那我们就等它干 等它干之后我们就可以上顶油了 好 干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上这个顶油 是黑色的这个瓶 这瓶是顶油 然后后面这瓶是底油 就是第一层涂的 好 我们开始上这个 这个顶油我喜欢上厚一点 因为我想让它就是更加亮 然后指甲更加硬一点 对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 我会再用棉签清洁一下边缘 然后它差不多干透之后 就可以用这个 蟹甲水 用这个棉签蘸这个蟹甲水 然后把它清干净之后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我日常就会涂这样单色的指甲油 然后再加涂的话 对 然后就完成了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颜色 秋冬天涂这个颜色超好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在下面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没有订阅我视频的 赶快去订阅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